好 继续我们就带您看到了 这个是生技股F龙登 它生产的是农药商品 之前预计在台南新化设厂 但是当地人担心环保污染的问题 所以他们在设厂当天4月1号的动土大典上 有当地民众的抗议 而且现场是一片混乱 而今天举行了回台湾第一次的法说会 今天的股价微幅上扬1.8% 收在62块钱 而在业绩的部分 公司说今年的获利渴望可以向上攀升 F龙登是全球前八大农药厂 创办人罗昌根两年前回台上市 挂牌生技类股 主要营收来自植物保护剂 两大市场在中国和巴西合计超过7全 目前全球缺粮加上股类价格上涨 看好农业生技产业 除了原有的苏州厂 五年内将在新建三座厂房 今年更进一步回台布局 在台湾的部分来讲 南区其实是一个比较大的农业重镇 那因为农药产品基本上一定是跟着农业一起走的 所以在台南是一个我们比较觉得一个不错的地方 农长也是台南人 所以他之前在旅居在国外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事业之后 他也希望说能在台南做一些事情 大家健康 大家健康 以农为主的台南新化 当地居民质疑 农药厂会污染农田 民众走上街头抗议 之前有开了一次说明会 但是可能对于乡民的认知来讲有一些落差 那我们这次也会请台南的同事 再做一个比较详尽的说明 跟乡亲做一个说明 那在开说明会之后呢 我们才会决定说 是否在台南这边继续再做开工 垄断今年获利 渴望创高 但环保问题如果不解决 台商归于返乡 生根便污染 恐怕带来负面观感 再来新闻 于晨虎晨姐台北报道